帕登寺 帕登寺,大教堂 大教堂建于1974年,村民们叫 或上帝,世界这座寺庙位于寺庙一侧,靠近的 和苏塔克山脚,寺庙区原本是很多红色的树林,因此被称为帕登鲁安寺庙史料说 据说在清迈国王三番肯统治时期,10日有7位主要的僧侣前往非洲大陆的西兰任命和学习该学科 但过了一会,就发生了干旱 因此,昂贵的大敏回到了清迈,并说服佛陀带来两张照片 他出现在帕登寺庙,曾后来成为清迈兰康佛教中的佛教中心 后来,在清迈国王泰勒沙国王统治时期,11日在1990年,殿下是父亲三王的神 在帕登鲁安寺庙的这座寺庙,并且在这座寺庙中建立了一个包含骨头的佛塔 后来,当他的殿下去世时请保留葬礼并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